这小孩他非常疾快 一天到街上卖油条 有一天他的油条全都给卖光了 他就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 用油糊糊的小手把钱入了一边 有一天跑了一阵天 小孩累极了 就不知不觉地打在石头上睡觉了 等他一觉睡醒来 他的懒子里的铜钱全都给卖过 他的懒子里的铜钱全都给 不见了他就在那哭 这时他面前走来一个包裹 他问这个小孩说 小孩你为什么哭 他说我睡了一觉 卖油钱的铜钱全都给不见 包裹想一想 对孩子说一定这块石头掏了一年 但钱带我用公子来审他 于是包裹又问这块石头说 石头石头小孩的铜钱是不是你铜的 石头一声也不行 包裹又问了一遍 石头还是没反应 包裹发火了 你再不说话就要挨逛子了 手下的人听包裹这么一说 拿起攻击就噼里啪啦地踏起石头了 这一打不要紧张来热闹的人 大家都哄笑地说 石头怎么会双话怎么会透前 原来包裹也是个糊涂的 包裹这一下可生气了 你们说我的坏话没人发一个铜钱 手下的人拿了一个放满水的盆子 让每个人都往盆子里放一个铜钱 有一个人刚把铜钱放进盘里 包裹就说你是铜小还是铜钱的小铜 你放进来这里的铜钱 水面上浮起了一层油花 晚了